我就奇怪 為什麼有些宗派或者有些神學 會拒絕聖靈充滿呢? 因為聖靈充滿是很普通的 你看《路加福音》、《士堂傳》 很多聖靈充滿 難道他們忽略這兩本經書? 《路加》那些 他們就有一個什麼?《恩賜忠子論》 就是說那些恩賜已經停止了 就是不再有了 根據經文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那裡說到 這個其中之一 也有時候就是人那種難於接受 因為很多人來說 他是難於接受 一些這麼強烈的聖靈的臨在 因為有些人定義了聖靈充滿是怎樣呢? 是一定柔和舒服的 他說我們看到這些現象 我們不舒服 所以這個不是聖靈 這件事真的是他們的前設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問他們的問題 如果你親眼看見耶穌趕邪靈 那個人在那裡 口吐白末 然後在第一點 差不多像死一樣 後來耶穌跟他趕邪靈 跟著好像死一樣 你見到 如果你不相信有這件事 你會不會害怕呢? 他會害怕的 也會害怕不代表這不是神的工作 聖經講到聖靈的感動會帶來平安、興散、愛 這些是當我們和神有密切關係的時候帶來的果效 但是不代表人見到別人強烈經歷聖靈 比如說 有些人會哭得很厲害 他說為什麼會哭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他裡面的憂傷都走出來 所有的傷害 這麼多年來的傷害都走出來 所以他裡面這麼強烈的憂傷會哭得很厲害 但是有些人會說 我接受不了 在《江蘭多前書》13章 如果大家有聖經可以揭去那裡看的 就講到第8節那裡 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廣道之能 終必歸於無有 說謊言之能 終必停止 知識也 終必歸於無有 講到說謊言之能 終必停止 先知廣道之能 其實就是說語言 終必歸於無有 就講到現在所知的有限 先知所說的有限 等到那完全的來到 者有限的必歸於無有 那就完全的來到 他們就說完全的來到就是新的《聖經》啟示完畢 但其實在經文看 是根本不支持這件事的 他說我作孩子的時候 壞語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丟棄了 我們如今仿佛 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這裡講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到時成了人 就將孩子的事 丟棄了 問題就是 是不是新的《聖經》啟示完畢 那些人就變成成人 就不再像孩子呢? 還有呢 現在好像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就面對面了 我們如今所知道有限 到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是不是好像耶穌認識我們這樣 我們就全知道呢? 其實當寶羅寫《高林多前書》13章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 當寶羅在寫寶羅書信的時候 差不多全本新的《聖經》已經啟示完畢 還有一些書信還沒寫 還有啟示錄還沒寫 那是不是那些書信寫完 啟示錄寫完 我們就全知道 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呢? 那這個《聖經》是非常之牽強的 其實這個講到全知道 還有呢 到那時候面對面了 就不是模糊不清了 面對面 那這個面對面應該講到呢 是面對面見耶穌啊 我們現在不是面對面見耶穌的 所以這裡是講到將來我們去天堂的時候 去天堂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面對面見耶穌 還有全知道 好像主知道一樣 那他們這個非常之牽強的《聖經》就說呢 這個應驗就是在《新的聖經》啟示完畢 就再沒有淑寧的恩賜 那些其他恩賜有的 音樂 行政那些有的 不過呢 醫病趕鬼啊 有些都接受趕鬼的 但是醫病就沒有了 行義能就沒有了 先知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定義 所以呢 我的回應第一就是《高麗多前書》十三章 並沒有 就是這個根本不是講到 在《新的聖經》啟示完畢的 而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另外呢 就是在《高麗多前書》十二章 講到《淑寧恩賜》 包括醫病啊 行義能啊 作先知啊 這些都是 他沒有講到會停止的 保羅沒有講到會停止的 還有《高麗多前書》十二章那裡講到 《神說在末口的日子》 《將我靈囂冠煩煩有血氣的》 《你的兒女要雪言》 《少年人見異象》 《老年人作異夢》 這個日子到了什麼時候呢 到了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已先都會發生的 就是說到了世界末日 都會有這些恩賜的 但是呢 他們沒有去詳細看這些經文了 還有他們覺得神的話語已經足夠了 我們就說神的話語是很有大流 不過神都給我們另一個兵器就是聖靈充滿 為什麼我們不用呢? 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看到的現象 他們不接受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有些人 行使屬靈的恩賜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的教導不能完全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之前也曾經說過 《寧恩派》有些做法 是沒有在聖經裡拿出來的 這個真的非常可惜的 如果他們是用聖經 完全用聖經的時候 就不會造成現在這些的分裂 還有初期經歷聖靈充滿的人 就有時指控傳統的人說 你們沒有講謊言 不可以得救有些人 甚至是這樣的說法 其實這個很愚蠢 就是這個都沒有聖經的根據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現象 所以總括來說 他們有這個恩至終止論 還有他們有看到的現象 覺得是難以接受 還有他們覺得神的話語已經夠了 不需要再有聖靈的充滿 這些的因素 也都是他們反對寧恩派的那些 有時候有些教導是沒有從聖經拿出來的 OK?好 我們盡量用一個溫和的方式 希望他們會接受 我們就不要講得很強烈 希望他們會接受 這樣的時候他們聽到我們講的時候 都是會覺得我們不是那麼極端 我們就只是說聖經講的 我們都會接受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一起祈禱你們大家可以站起來 我就對著鏡頭不可以站起來 我們一起愛慕神 請我天父多謝讚美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神你設立的 有仕途有先知 有傳呼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為了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求主幫助我們 也在主裡面合一 幫助我們 我們事奉的人 都是時時想到我們怎樣成全聖徒 叫他們各盡其職 訓練人怎樣全心遵從神 事奉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他們生命就會被提升 神的旨意就會成就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 這個神給我們的目的 神給我們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們信耶穌的人 我們事奉的人 那個神給我們的指示 我們的職責是什麼呢? 就去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求主幫助我們 去發揮你的生命 發揮神賜給我們各樣的恩典 給神去大大的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的名被稱重 神你是配受最高的讚美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的名是配受讚美 我們全心跟從你 全心愛你 依靠你 尊崇你 行你的路 是神你所喜悅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主啊 我們需要親近你 我們就有力量 由我們將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主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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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心意我力 主我僅靠你 我僅靠你 以愛感觸摸我心 將我更擁抱 我只歸你 屬於你 我只歸你 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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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幫助我們 真是整個生命歸給神 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能夠成全聖同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幫助我們不要走懶不結果子 幫助我們發揮生命 給神大大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好 主祝福大家 主與大家同在 還有沒有任何回應或者問題 有很多特別聚會 看到很多聖靈彰顯的工作 其實為什麼傳統教會的人害怕呢 就是因為 他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覺得很恐怖 覺得好像控制不了 我的回應就是說 其實聖經有講到 邪靈有邪靈 講邪靈的時候 是會有強烈的反應的 而有些人他們不知道 他們另一個理論就是說 基督徒沒有理由被邪靈影響 或者有邪靈附體 這件事我們真的發現是有人有的 就是真的有人信耶穌 而是真的說出邪靈 原因就是因為 在《以弗所書》第二章一節那裡講到 我們本來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的 我們從前是這些 在不信之子 撥憶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他們在我們 就是以前我們還沒信耶穌的時候 是控制我們的 就是以前還沒信耶穌的時候 我現在讀給大家聽 《以弗所書》第二章二節那裡 本為可怒之子 就是說其實不信耶穌的人 全部都是被邪靈影響 或者是附體 不是個個都是附體的 附體就是影響他的身體 影響他講話 問題就是人信耶穌是不是真的被耶穌掌權 很多人信耶穌 他依然又吵架 又說謊話 又貪錢 依然有很多的 比如說情慾的問題 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穌 但是他依然有包而拉 就是在他信耶穌之後發生的事 這個人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就會被邪靈 根本那個人信耶穌之後 是不是真的邪靈 完全離開他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不接受 為什麼有些人會有邪靈彰顯 有時候有些人也都是 他賴了我們 就是說他來到聚會才有邪靈 其實是來到聚會 將那些邪靈彰顯出來 不過有時候就還沒趕完 接著他就離開聚會 他很接受不了自己有邪靈 接著就去找傳統教會 他就說你去了寧恩聚會 所以帶來邪靈 這些都是一些 好像 解釋不清楚的一些 情況好像很難去解釋 讓他們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在網上去回應 就是說到聖靈的工作的真實 和如何改變我們生命全部的正面 而有邪靈彰顯示 只是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是沒有的 大部分人是平安喜樂 輕省愛的 只是有些人他本身有邪靈 沒有清理 現在在網上香港有一個牧師 是不斷主持一些聚會 因為他屬於中派 是反對寧恩去到的程度 就說聖靈充滿的寧恩派那些是邪靈充滿 他直接說邪靈充滿 有些人本身有邪靈 去到他的聚會 去到聖靈的聚會 接著邪靈彰顯 就找這個牧師 這個牧師就拍片 就說他去到聚會得到邪靈 其實我和這個牧師溝通 因為神有一次感動我 平時我不看那些群組的訊息 因為太多了 我只是在群組做什麼呢 我發出我有時有些重要的訊息 我內宗才發一次 我根本不會看的 但是那次神讓我特別看到這個牧師 我還以為他是 因為他講到一本書 講到他辨別的靈界那些東西 我還以為他是一個傳統教會的人 接受聖靈工作 由我約他見 發覺不是 他是反對聖靈充滿的 他說我擔心你有邪靈 他說 我說好 你試試跟我說邪靈 他又不肯 有一個人是我們認識的 也有上這個 我們現在是Zoom的課 他就曾經跟過這個牧師一年 那個牧師說 很難從那些人身上趕出邪靈的 這件事很搞笑 因為他真的趕不到 他趕不到 我叫他趕 我說你幾多個牧師來趕 證明我身上有邪靈 他不肯 為什麼呢 他趕不到 因為根本沒有邪靈 他假設有邪靈 但他又不肯面對 他又不能夠證明 但我來說 任何人有邪靈 我是可以趕得出來的 奉耶穌命 可以趕得出來的 所以這些都是 有些人傳播這些說話 聖靈的彰顯 我就會這樣說的 聖靈的彰顯 有部份真的 那些人是有邪靈 有時情緒 有些人是順便把自己的不開心 發出來 他在那裡喊喊喊喊 其實他可以控制的 不過他喜歡喊喊喊喊 他在那裡喊 有些人喜歡在那裡跑 喜歡在那裡滾 他喜歡 有些人不是真的聖靈 要他做 是他自己做的 因為他很放 他平時沒有做的事情 覺得很自由 很放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我們帶領聖靈祝會 一定要解釋 但我見過有些人帶領聖靈祝會 是不解釋的 完全不解釋 我一見到人 一笑 我解釋給其他人聽 聖靈可以叫人喜樂 真的開心笑出來 是很開心 好像在天堂那樣 我也會叫那個人去分享 去鼓勵其他人 這個經歷是很正面的 也可以控制 隨時一停 這就是我會做的方法 解釋給別人聽 為什麼會跌倒 有時有些人不接受 我馬上解釋 聖經講到約翰 在《啟示録》一章十七節 看到榮耀的耶穌 他跌在地上 其實原文不是跌倒 是跌 沒有說是向前一向後的 他就說聖靈那些跌向前 是跌倒 中文聖經翻譯是跌倒 其實原文是跌倒 沒有說是跌前一跌後 另外就是 《詩倫傳》九章就是 《寶羅》看到 看到《寶羅》看到 看到《榮耀》的耶穌 又跌倒在地上 在《彈曉書》第十章 當他看到異象的時候 他跌倒在地上 是毫無力氣的 這些都是聖經裡面支持 在神的同在人可以跌倒的 OK?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其實他那個中派 是挺有名的 是全部釘了這些是邪靈的 但是有很多傳統教會 就沒有說是邪靈的 他只是說我們不走這條路 是 那時候我在一個傳統中派裡面 我是侍奉神 其實很搞笑的 當那個中派知道我是聖靈充滿 他馬上排擠我 但是有一次那個會長 他是有病進了醫院 我一探望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給我按手祈禱 好奇怪的 那個中派反對 但是那個會長是接受的 那另外那個中派 我寫《興春得勝》也是那個中派寫的 就是幫我印的 那個會長是接受四年充滿的 但是他不會在四年充滿之中運作 他接受我這個人 所以他把我的書印出來 他覺得我寫這本書是可以激勵人的生命 所以 其實在傳統教會 他們就沒有定義為是邪靈 不過他們就說我不走這條路 有些就說是極端 但是我就說 你看我的教導我全面性 我什麼聖經經文都講 講到基督徒全面性的生命 我有什麼地方不合乎聖經 請你講給我聽 他們又講不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情況 OK 我們都為他們祈禱 還有可以影響的就是個別影響 其實同樣我告訴大家 大家 其中一些很重要的教導 而很多人跟錯的 其中一個就是災前秘提 但是好像從那些人說 好像沒有用的 另外就是 猶太教 由起初的時候 就是保羅 他們傳導 耶穌傳導 耶穌傳導 耶穌的時候跟著保羅 那些 猶太教的人都排擠 一直排擠到今天 有些猶太教的人 相信耶穌 他們都說 耶穌真是好 有些看到耶穌的意象 告訴其他人 但是那些人馬上又排擠他 這也是一些好像 真理被一些人的欺騙難阻 我們求神幫助 我們有智慧聰明 以及各樣的方法去見證神 亦可以分享聖靈的工作 讓其他人得到鼓勵 也得到幫助 進食品 還有 尺寸 有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